核桃我们通常都白白的嘛 对 但是我们有时候 如果自己买生的去剥的话 外面有一层紫 好像紫色的那种 薄薄的 好像那个 它的皮这样子 那是不是那个有营养 一定要连皮吃 因为它里面的 对 它分类 所谓的抗氧化成分 都在皮上面 原来说它膜啦 膜 就是上面那个膜 那硬壳我们是吃不下去啦 不是 我只是说讲 很像花生的皮这样子 对对对 我们要是一定要把那个皮吃掉 因为皮才是真正有营养的 就像吃花生要吃那个皮啦 一定要连皮吃 所以核桃也是一样 对 它的分类都在那边 肋黄酮也在那边 那它还是你的营养呢 那核桃呢 其实它里面是油脂 当然它油脂含量也是比较好的 所谓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然后呢就是核桃 我刚才讲连膜一起吃 它叫做核桃胃 核桃胃一起吃才有它的效果在 就像那衣服一样 衣服 它的衣服 对 而且它的衣里面的抗氧化成分 是其他都坚果类没有的 而且是其他植物没有的 里面还有维他命E含量很高 而且它的E叫做Gamma维他命E 我们发觉现在有很多 维他命E叫Gamma生育醇的话 事实上是对我们预防心血管疾病 最有效的 所以它其实对预防心血管疾病 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维他命E 那它里面当然是甲 零眼含量很高 可是也不是最高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除非像肾脏 有些人可能要限制甲 或者是限制零的话 可能要特别注意 只是说我们目前市面上吃的核桃 可能里面都给你沾一些糖 那可能不健康 尽量不要吃再加的 要去撒了一点点 野果里面 野果是不是很甜 现在都有里面在包核桃 超好吃的 就又甜又油 又甜又油 就跟我们吃那个 我们刚讲的第一个腰果一样 你想它糖分量很高 这加蜜汁的 超好吃的 核桃里面的矿物质最多就是蒙 我们只要吃一把那个核桃的话 蒙的需要量就大概一天所需要 一半都可以吃进去的 所以我如果要补充猛的话呢 吃核桃是最快的 那这样就是很猛 心脏血管就会比较猛 对 那这为什么能够补脑呢 为什么对脑 他们认为是说里面的像那个 刚才那个外壳里面的膜 里面含一些抗氧化成分 它认为是可以减少阿滋海默症 就是老人痴呆症 那除此之外呢 它里面还有一个叫做退黑激素 他们认为是说退黑激素的话 好好吃下去也可以预防一些老人痴呆症 而且就是说可以让一些安神的作用 所以核桃有这方面的好处 好 今天家里有带来一碗东西 我们可以先加一匙的核桃 这是碾碎 就是有点点 碾碎 对 碾碎 因为整颗口感比较不好 然后我们可以加一匙 再来呢我们加燕麦 燕麦大家都知道可以跟胆固醇有关系 扇子纤维丰麦 扇子纤维丰麦 这个里面是脱脂牛奶 脱脂 拜托脂 然后再来就是 它里面已经油脂很高了 芝麻也是一个很好补盖的 补盖 补盖 还有那个黑头发 对 然后搅拌一下 加在一起 可是那个黑芝麻这个 这个我到个人小弟有点小小的建议 黑芝麻最好把它打碎 打成粉 比较 因为这是我每天都在吃的 因为你如果没有打成粉的话 明天早上就跟你说哈喽 对 就整颗又出来了 对对 如果你家里头有果汁 就是也可以打 也可以整个放进去 稍微打一下一下 全部都喝进去 那它可能 可能芝麻的那个营养成分 我们才吸收得掉 对对对 而且不要一下 原汁原味又出来 对 而且不要一下子用热水去冲 黑芝麻 要先冷水把它挑 因为什么 好像高温对于黑芝麻里面的那个 的那个营养成分会破坏掉 好